美国消费者报告网站曾披露,一项研究显示,很多人不重视甚至低估克拉扫描的危害,而实际上,克拉扫描中的辐射,每年会指2.9万人患癌症。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首先,消费者报告并不是学术期刊杂志,很多新闻媒体故弄喧虚的惯用手法,就是一项研究显示。 但这样的研究仔细追究起来,既没有出处,也没有具体作折和研究的方法。 科兴程度导致后不说,是不是有这样的研究也无从考证。 其次,癌症是一个多因素的疾病,除了研究相对比较透色的少数几个肿瘤,其他的肿瘤都没有办法弄清楚是哪一种单一因素导致了该肿瘤的发生。 同样是这2.9万人,可能都是吸烟者,可能都生活在不满城市中,可能都在长时间的玩手机。 我们不能据此说,玩手机,每年导致2.9万人患癌,克拉又辐射。 但我们还是要提倡40岁高位人群,每年做克拉提前。 在中国,肺癌已经成为城镇人口首要的癌症类型,也是致死率最高的癌症,肿瘤症呈现出年轻化。 女性化趋势,很多不吸烟人口也在发生肺癌。 我们和发达国家不能比,发达国家的吸烟率在下降,肺癌发病率也在下降。 但我们相反,肺癌发病率正处于急剧上升期,所以不做克拉提前可能耽误肺癌根治。 著名反派权色演员姬春华老师,因肺癌于昨天去世,发现肺癌到离世只有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年纪55岁。 其五只人身体素质应该很好,但没有早期做克拉提前。 发生被不疼痛时,检查发现已经处于疾病百期。 所以超过40岁应该常规克拉提前,发现早期肺癌及时切除,可以取得健康人差不多的生存时间。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